关注朋友们大家好,欢迎收看本期的视频 在斗罗大陆这个动漫里面,其他会有些非常精彩的剧情 其他会有些非常精彩的剧情 其他会有些人看到的时候都感到内心非常的激动 就比如说男主角唐三遇到一个黑衣人 这个黑衣人就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毒姑婆 毒姑婆有个非常厉害的地方呢 就是非常的喜欢使用毒 而在这个方面他会称之为是第一的 没有人感觉他有之航行 再加上他的级别要比唐三高伤很多 所以说唐三昧的毒姑婆可热使出了全身的力气 不过唐三也是个非常厉害的人 因为他强调的敌人他也是从来不会退缩的 所以说唐三昧能够打败毒姑婆 他的外父魂果都显露出来了 不过都不说他这次可以说是下了功夫 不过结果大家都是知道的 唐三是能打败毒姑婆 并且被毒姑婆带走了 当然了,毒姑婆肯定会把唐三给放掉的 因为他后来知道唐三的真正身份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说了 关在视频下方留言,咱们下下见